《撒加利亚书》第七章 大流氏王第四年九月 就是基斯流月初四日 耶和华的话临到撒加利亚 那时伯特利人已经打发 撒利亚和利坚米勒 并跟从他们的人 去恳求耶和华的恩 并问万君之耶和华殿中的祭司和先知说 我历年以来 在五月间哭泣栽戒 现在还当这样行吗 万君之耶和华的话 就临到我说 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说 你们这七十年 在五月七月禁食悲哀 岂是丝毫向我禁食吗 你们吃喝 不是为自己吃 为自己喝吗 当耶路撒冷汗四围的诚意 有居民正兴盛 南地高原 有人居住的时候 耶和华借从前的先知 所宣告的话 你们不当听吗 耶和华的话 又临到撒加利亚说 万君之耶和华 曾对你们的列祖如此说 要按治理判断 要按治理判断 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 不可欺压寡户 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 谁都不可心理磨害弟兄 他们却不肯听从 扭转尖头 塞耳不听 使心硬如金刚石 不听律法 和万君之耶和华 用您借从前的先知 所说的话 不耻 万君之耶和华大花烈怒 万君之耶和华说 我曾呼唤他们 他们不听 将来他们呼求我 我也不听 我必以旋风 吹散他们到 恕不认识的万国中 这样 他们的地就荒凉 甚至无人来往经过 因为他们使美好之地荒凉了